請看第十九頁 進入單字練習 在書寫單字之前 有幾個書寫的規則 以及常見的問題 要跟大家特別的介紹 第一個要介紹的是 筆劃斜度要一致 我們所有書寫的筆劃 都要在七度角斜線 當筆劃斜度一致的話 看起來會比較整齊 後面要示範的是 筆劃的斜度 不同 第二個筆劃的角度已經跑掉了 當筆劃的斜度不一致的話 看起來會比較凌亂 這是我們在書寫單字的時候 要注意到的地方